像我們剛剛這個地方 這個儲存格 我要寫到哪裡 比如說我要把 這個 哪一個班 三班好了 比如三班 往下找到 找到三班 那把這個 其實你會發現 如果是一個連續的儲存格的話 那其實它就是一個範圍 那其實範圍的話 你就不 假設啦 其實我是覺得如果是一個範圍 那你就可以思考 其實你不需要 一個一個儲存格的複製 除非說你是分開來的 你不是連續的 所以如果以這一題來看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把這四行 寫成一行就好 那怎麼寫 四行怎麼寫一行 跟各位講這四行我先把它註解掉了 註解的話你可以 在工具列上按右鍵 找到編輯工具列 然後 選取這四行之後 請你按一下 使程式變為註解 這樣這四行 就 不然的話你把它刪掉 下一次你就找不到比對 所以我習慣 那其實註解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前面加單一號 是說你要打四個 不如用這個比較快 好